对于重视教育的华人家庭来说 为孩子选择学校是头等大事之一 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墨尔本的华人妈妈安周辰决定砸重金 在所谓的好学区布林制产 这边也是比较了解 她的选择有功利的 有私利的也有教会的 就是质量还是都是比较高的 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学区 除了地理位置和学校排名外 掂量一下荷包深度能否负担学费 也是家长们择校的主要考量因素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 在大城市要让孩子在公立学校 从学前班读到12年级 总共需要花费超过9万2千澳元 而教会学校的开支 预计会达到19万5千多澳币 就读费用最高的私利学校 则需要花费近31万7千澳元 而无论是选择哪种学校 教育费用都比去年上涨了近6% 调查结果就反映在了安州选择让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的决定上 这预计会为他省下每年近2万的教育费用 但在高通胀的大背景下 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正在感受到子女教育所带来的财政压力 蔚来投资集团在对全澳各地的1500名家长进行调研后发现 有超过85%的家长认为 子女的教育支出对家庭财务产生了负面影响 其中认为有重大或中度负面影响的家长比例达到了34% 为了缓解家庭开支的压力 最近才把小女儿送进幼儿园的安州也终于能腾出身 打算重新回到职场中来 房贷肯定是压力越来越大 现在的利率是很高的 之后我会回复我的去上班 然后回复去做中医这样的 然后会减少家里的开销吧 SBS中文新闻张宁刘孟颖采访报道 我能够找出什么 感谢观看